物体列表中的Sprite精灵组件 在Unity中,Sprite都用来在2D项目中用来展示2D动画的资源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3D的场景下来使用 用它去模拟一些背景动画,会比较更加的节省配置 因为我们动画本身就是在读取一个个的小图片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动画片的制作原理 这里,我们先来创建一个Sprite 在窗口的右侧,可以看到我们创建了一个Sprite Render的组件 通过它,我们可以用来选择Sprite物体 修改Sprite的颜色 更改渲染材质 以及修改渲染层级等等 接下来,我先来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可以看到,在Sprite的选项中 我们是看不到任何的可选物体的 这就是说,在我们的项目资源中 没有Sprite这种物体 不过我们先不要急 在我们的预设资源中 我们提前准备好了几张图片 点击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编辑选项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这里 来切换我们所选中的图片类型 这里,我先将它设为Sprite 在后面的专题课程中 我们也会需要从这里 对图片其他的属性进行修改 到时候我们会逐步进行讲解 设置完之后 我们可以点击右下方的Apply按钮 来确认 此时,我们会可以看到 在右下方有一个错误提示 上面显示图片的宽高比 必须为4的整数倍的时候 才可以被压缩成DXT1的格式 它是一种图片压缩格式 这里我们先不要去管它 我们只需要记住 尽量使用标准的成比例的图片 来作为Sprite的模型就好 这里呢,我们就先来选择其他的图片 可以看到 这里的每一张图片 都是由整整齐齐的小图片拼接而成 有点像电影院里的胶卷 将它的类型 我们可以改为Sprite 通过右下方的Apply按钮 我们可以确认本次修改 也可以通过Revert按钮 来撤销本次修改 这里我来补充一个小tip 虽然无论是场景内的模型 还是资源模型 都可以在右侧的Inspector窗口中 来进行修改 但是场景物体是存在 场景信息列表里边的 通过按Ctrl-S 或者在苹果中按Command加S 来储存场景本身的内容 而此时如果我们按Ctrl加Z 或者Command加Z 可以撤销本次的修改 而如果我们选择了 Project当中的资源物体 在修改资源物体之后 我们点击了Apply按钮 之前的修改就将无法使用Ctrl-Z 撤销本次修改 它的每一次修改 是针对我们所编辑物体本身的修改 无法撤销 好 接下来我们点击Sprite Model 将它改成Multiple 这样做代表着此图片 将可以被分割成多段来进行播放 点击Sprite Editor 可以看到左上方有一个slice 我们用它来对图片进行分割 将分割方式由自动完成 变成我们手动的Grade 方格式分割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右下方 我们的图片是由1024x1024的图片 做组成的 而我们的里面的图像元素 则是由4x4个16个 元素所组成 所以我们将它 Pixel Size 改成256 256 点击Slic Apply 此时图片就被分割好了 我们再次 选择它 此时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 可以让我们对它进行选取 这里我们先将它拉近一点 在后面 我们可以利用脚本 来修改这个物体的Sprite 来实现最终的2D动画效果 所以我们将它将它们对它们进行选取